开外挂打游戏很爽 那开外挂来打仗岂不更爽 二战当中美国人就开过这样的外挂 其中一个MK14博士的鞋盒 我是百科悬树火悬树 什么是博士的鞋盒 它有什么用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外挂呢 今天我就讲给你听 这个铁环相信大家看了都知道 是个瞄准器 在二战中通常被装在 中小口径的防空宿舍炮上面 射手根据来袭飞机的大小和目视形态 来将它框在瞄准器的某个位置上 以便打出提前量 让它正好装在射出去的炮弹上 这个真的很难 想要打中全屏足够高的射速 和足够深的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 评的就是个运气了 好在大家一开始 基本上都是在评运气 直到一个外挂的出现 它就是MK14博士的鞋盒了 是的 它是一个瞄准器 具体来说是个傻瓜式的瞄准器 射手只需要把瞄准器里面的 准心圆环套住敌机 就可以突突突的开火了 此时射出去的炮弹 是已经计算好了提前亮的 就问你这个够不够黑科技吧 一个鞋盒大小的东西 居然能够自己计算弹道 在一个计算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 它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它应用的只是一些 非常简单的机械原理而已 其中最最重要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就是陀螺仪 在MK14里面有两台压缩空气驱动的速率陀螺仪 什么是速率陀螺仪 就是有两个自由度的 可以测量运载器角速率的陀螺仪了 根据陀螺仪的静动性原理 它可以把输入轴的角速率反映到输出轴上面去 这样凭空说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输入轴是垂直轴 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速率陀螺仪绕着垂直的输入轴旋转起来之后 它自己的旋转轴会开始绕着水平轴旋转 仿佛是将输入轴的角速率信息又从这根轴输了出去一样 所以它就叫做输出轴 输出轴转动的速率是可以跟输入轴一致的 就像这里一样 也可以通过一些机械装置来等比例的收放 就像他们被装进MK14里面一样 在这里两台速率陀螺仪的输出轴 分别跟两面反射镜相连 这两面反射镜会将从灯泡里面打出来的瞄准环影像 映在射手眼前 其中一面反射镜负责瞄准环的横向移动 另一面反射镜负责瞄准环的纵向移动 在瞄准时 射手先用瞄准环套住敌机不放 在炮塔跟踪移动的同时 等于就是在为MK14里面的两枚速率陀螺仪 输入进了敌机的角速度 这个时候陀螺仪只需要将其 按照一定的倍率输出成朝前的设计角 并带着两面反射镜转过去就可以了 镜子里面看到的是瞄准环落在敌机上 但炮管已经有了正确的提前量 设计手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都尽可能的保证像之前那样平滑的 追踪者目标就可以开火设计了 需要说明的是 对敌机的瞄准测距也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陀螺仪输出的倍率应该设定到多少 才能够提供出准确的提前量 所以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机炮都是由两个人来负责操作的 一个负责瞄准 一个负责测距 至于测距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上一期的视频正好就是讲它的 好了 有了这段神器 美国海军极大地减少了自家舰穿 在太平洋上的损失 而另一边的日本 哪怕甲板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防空炮火 也还是应接不暇 对了 你有没有好奇 为什么这个玩意儿要起名叫博士的协和呢 原来 它是由当时MIT的查尔斯·德拉普尔博士 牵头研发的 这名博士可不简单 在陀螺仪研究方面手去一直 再后继续将陀螺技术发扬光大 在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惯性导航系统方面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被称为是惯性导航之父 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工程学奖项 查尔斯·斯塔克·德拉普尔奖 也是美国工程学界最高奖项之一 不知道托尼斯塔克有没有拿到过这个奖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要是大家喜欢的话 下一期我们再来讲一个二战中美军的外观 探索 给情况下 当时 开始 begin